先看上衣的款式先啊 它这件上衣呢 你里面需要穿多一件内搭 就像我这样子里面穿多了一件内搭在里面啊 我是有穿多一件衣服在里面的 OK 它是Vest扛 应该说 Jacket扛上衣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上衣穿的时候 你里面需要穿多一件内搭 其实是如果你不介意这边 还是你穿多一件那种chip bra就可以了 你怕它走光的话 你穿多一件chip 我怕它是不连哪搭的 没有啊 这边 会吗 如果你怕走光的话 里面穿多一件chip bra就好 裤子的价钱是719 今天主播头透 我头透所以有点乱卖的感觉 刚才讲的本来是80家家的 然后我已经放错了就算了 OK 上衣的款式是MVJ50 价钱是69 你看住你穿出来的感觉 跟我穿出来的感觉 我们一样是牛仔啊 完全不同的风格 虽然都是搭牛仔 可是风格方面 他肯定会是主播这样的一套带走 是非常实的实践难的 可是 如果你这样子搭房上班穿就OK 我这样子就平常训练 你看很好看的那个感觉 不同啊 我们一样的上衣 一样的上衣 一样的上衣 可是他来搭来讲 你修行穿还是说 比较一样的感觉 比较时尚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 像会比较耍裤的 像主播这样的一套带走 因为他这个颜色是很搭的 之前完全没有过 这个颜色 我们之前 不管牛仔裤 没有外套 这个颜色都没有过 我就搭了 就是说可能说 比如说带个短裤的 你想搭长个牛仔裤可以吗 是可以的 OK 是可以的 知道这个款式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 已经介绍过了的牛仔裤 那么呢 我要搭你们看说 可能说呢 我上班之前 因为我想穿个牛仔 然后搭长个牛仔裤可以吗 是可以啊 是搭得到 也是可以这样子搭 不同的搭法就对了 来去看上衣的款式啊 上衣 他肩膀这边 一样是有微微的pading 一点点在肩膀这边 我建议这个pading不要拆 他上衣是属于蝴蝶袖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 触袖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pading在这边肩膀这边 衣领这边三粒扭扣啊 这三粒扭扣是 Functional 就是这样子斜的 OK 前面的口袋 这个款式来的啊 这个口袋呢 这两个口袋啊 是款式来的啊 Non-Functional 他只是把那个口袋的行车 车出来 其实是没有口袋 一样是牛仔面料 OK 牛仔面料 后面是这样子 非常好看 你可以把它当成上衣 或者是外套来 这样子穿 他还有一个穿法 他穿起来 三粒扭扣扣了 这边是这样子开的 就是这样子 里面穿做一个内搭 配搭这样子 OK 如果你把它开了 他还有一个穿法啊 你可以这样子 把衣领这边这样子翻起来 有不同的感觉 看到吗 刚才是这样子 整个这样子的 OK 然后现在我是把衣领 这样子打开了 一粒扭扣 他穿起来就很像一个衣颜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 FREE SIZE 下单只要打扣和你要的颜色 基本上呢 这一个上围这一件外套啊 你上围不超过98 可以扣得到 是扣得到的 所以说XML的顾客都要得到 那我XML顾客如果说你不扣的话 你只是披上去 对 肯定是没有问题 里面穿一个内搭 然后你没有扣 这样子也是很好看 建议如果你穿这样子里面内搭 如果你穿牛仔 你这样子配白色的内搭 会非常样 显年轻就对了 要他赶快 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啊 这么巧啊 有这样子整套可以配搭的到 你不想像我这样子配搭短裤 你可以像住你这样子比较斯文 比较 怎么说呢 上班可以穿的话 你兴趣有smartation 你可以这样子配搭 因为可能说你里面穿 那有秀的那个T恤 对对对 比较简单的啊 你就叠穿 然后你直接就披在外面 就当然是叠穿那个款式 也是可以啊 所以说 找这一个牛仔外套 是以往不一样的 想买来就是当一个叠穿的 就是说一个造型 这样子 这个一定要带走 因为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款式 最主要它的颜色 它那个洗水的颜色非常的好 所以说给那些的 上回只要可以超过98 你穿起来是可以整体是可以扣得到的 好 可以是没有问题啊 啊 现在打块色哈 它是free size 我和助理都是 不要首先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款式啊 对 助理是把它扣完 我是这样子扣一粒 然后这样子开 所以是同一个款式可以有不同的穿法 穿出来不同的感觉就对了 OK MVJ9 哎 50价钱只是50 69 所以价钱只是69 或者是MVJ50 所以你扣完的时候 它的衣领是这样子 你这样子翻起来 这样子扣完 这三粒 它就这样子有款式 如果你不想扣完 你打开 一样啊 这边衣领 你这样子翻一翻 它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 里面配搭一个这样子白色的那一刀 OK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肩膀这边 微微有这个加了padding 这样子的款式 所以这边它整体啊 挺起来是刚刚好 不会太那种lady gaga 它也不会扁下去的 就是刚刚的好 然后 Ampitone就是 像还讲的 它走关的话 你里面 依然穿chip bra 还是像我这样子 配搭一个那一刀chip 好了 OK 两穿 你可以单上衣 或者是外套穿 OK free side 下单 只要打cut 和你啊 只要打cut就好了 因为这一件事 只有一个色 总之你买了这一件外套 你想要穿的比较样的 你可以像我 把这一件裤子 短裤一起带走 可以这样子来配搭 你休闲装 非常有型 有型的啦 很爽帅的那种感觉 就对了 还没有下单的赶快啊 数量很少啊 这一些款式 都是厂家的爆款 因为很久 应该这么说 我们完全没有过啊 这样子的颜色 牛仔来讲 裤子也没有过 这样子的颜色 上衣也没有过 这样子的颜色 就对了 free side 上一期的那个 服装的那个 西装 没有了 没了 OK 你要找全新的款式 跟这一款 带走这一个款式吧 OK MB 上衣的颗是MBJ50 价钱只是 69 OK 上衣的价钱只是69 裤子的颗是 PPD13 OK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有去到XXL 裤子的价钱是79 我乱乱卖的价钱就对了 OK 来 所以想要带走一套的 想要穿的比较帅气 然后比较有型 比较慈善的 比较有个性的 一套这样子带走 很长一推荐你们 带走主播身上这一套 不要看款式啊 不要看品牌啊 对啊 准备尺寸为标准 来 这个啊 你看啦 算都是大牛仔 可是如果说你大的话 肯定是主播这一套的 贝大来的更大 当你说我这个会大吗 还是可以 可是比较来讲 我的穿大 我会选择像主播这样子 一套穿出去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 配搭给你们看 就是 反正那些不敢穿短裤 这样子短的 你就可以这样选择 像助理这样子配搭 如果你可以接受 这样子穿短裤的 你这一套地带走就对了 我们再介绍多一分钟 待会人家裤子啊 因为很多人在问裤子 没关系 要裤子的不要走开 来 现在助理分享多一次啦 对我现在分享多一次 上衣是free size 总之你上围没有超过98 都可以扣得到啊 上衣是free size 总之你上围没有超过98 都可以当成上衣 这样子来穿 如果你想穿 不要把它当成上衣穿 你就把扭扣扒掉就好了 把扭扣扒掉整体是这样子的 OK 整体是这样子就对了 裤子是有size的 裤子的size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XL也是一个色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一套是强力推荐 因为真的很难得 刚巧碰到它颜色 刚巧碰到刚刚 对吧 刚刚碰到巧巧 你看真的是很大的颜色 就对了 两个上衣和裤子的颜色 没错 只是 Maintenant